立院进行专案报告 台电公告 未来如果人为造成重大事故 最终可予以免职或解雇 而面对电价即将要调整 在业党也怒哄 连供电都不稳定了 做不到台电凭什么涨价 303大停电就责 史上首次台电董总双辞 新任董作与总经理立员被寻 自行处分的经济部长 王美花则是官位如如不动 而且将大停电定调为人为疏失 但事情过了26天 责任还没理清 就连赔偿也没下文 难得朝野有共识 追问停电损失 但苏葵却无法给出答案 诡异的事停电原因 检掉还在查 苏葵就仿佛心有灵犀 意有所指 几件事情看 特别觉得奇怪 关键基础测试 是相当重要 就像303后来 桃源不是有压检去检 还爬那么高 算不算国土安全事件 如果这个是一个故意 那就是国土安全 303被当成国土安全事件 来通报 但去年的513跟517大停电 却又不列入不止通报标准浮动 就连开出的支票也是滚动式调整 2025再生能源20%占比 确定票票兑现时间 经济部长自动展延 要到20的部分 可能是26或27的部分 院长我觉得这真的是牵涉到 民进党的诚信问题 2024绿能确定票票为何任期 直到2024的蔡政府还能打包票 2026支票一定兑现 剪较会王志文 SNG小组台北财宝报道